再來請你把你的Google打開 進到你的 自己的帳號 用Clone進到你自己的帳號然後這邊點點點點點這邊 請你選YouTube 選YouTube就是你個人的YouTube的首頁 登錄YouTube 那登錄之後呢 這邊有一個加號建立 點一下建立 上傳影片 它會出現這樣的視窗 你把剛剛的檔案 剛剛放在這邊你的檔案 我找一個最小的 這個 這應該是亂錄的 這個你直接把檔案拉過來丟掉 丟進來這裡 好我們先做到這邊 第一次 你從網路上丟過影片 你要 給一點基本資料 你要填一下基本資料 不好意思 不會太久了 它才會讓你丟影片 所以你把資料稍微填一下 那你檔案可以拉進去之後 然後我就會說明一下那個影片的設定的注意事項 好那麼你影片丟上去之後 接下來重要的工作就是你要去設定這個影片的名稱 還有一些權限之類的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就是影片的抬頭 影片抬頭所以你就可以比如說 明理國小 什麼六年假班 然後 今天是 06 01 什麼數學課 就把它寫一下 然後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你們不用就看你要打什麼隨便 就是指對那個 對影片檔的說明 這個就是對影片檔的說明 然後下來 這個縮圖是當我們在搜尋 YouTube影片的時候 他在看到你的 你的影片但是還沒開始播放的時候 那個縮圖 所以 如果你沒有上傳的話 他會直接用你影片 他會自己去抓你影片的 裡面的圖片這樣 他會自己結一張圖 所以這個先不管 這個是要等你以後 想要當網紅的時候 就要稍微經營一下這個縮圖 像我現在的縮圖都弄得很漂亮 我給各位看一下 早期 早期我的影片 就是像這樣直接放有沒有 直接放就是那個軟體怎麼樣 我現在 現在影片是這樣 就看起來比較像那個網紅 你一看就知道這個影片在講什麼 人家就比較容易去選擇 他要看的影片 好 那所以這個是縮圖的部分 那接下來播放清單 播放清單是如果 你有 一系列的影片 你不是只有一支 那 比如說你是數學有整個系列的 那你就可以去建立一個清單 建立一個清單之後呢 你以後你要放那一類的影片 你就把它放進 放進那個指定的選項 清單裡面 然後你按完成之後 他就是意思就是說你這支影片 以後除了自己本身可以找得到之外 你如果是選那個清單列表出來 他也會把那個系列整個列在裡面 這樣各位知道 就是那個目錄 要放在哪一個目錄分類裡面 所以這個是可以自己建的 然後目標 目標觀眾這邊 我們會建議就是 直接放在否 為什麼不要放那個兒童專屬 因為 如果你的影片 勾了這個兒童專屬的話 他會有很多的限制 他不能被內籤 比如說我今天如果去那個 學習吧 我要把我的影片丟在學習吧 那你學習吧就不能用內籤的方式 就不能直接把影片 箱在那邊 因為這裡就被限制住了 所以別人想要把你的影片直接箱在某個地方 他就不能做 他就只能掛連結 所以我這邊一律都是 都用這一個不是兒童專屬 那看各位 然後再來 這個付費宣傳當然是不用 這是以後你退休之後想要當網站 再去做的事情 然後其他的 這個部分呢 這是關鍵字搜尋 就是說如果你的關鍵字越多 人家在找你的 影片找到的機率越高 那你的點擊率就容易越高 這個是以後你要去做 經營你的粉絲 你才會做這麼多 那平常如果你只是給小孩看的不要放 為什麼不要放 因為我們不希望外人收到我們的影片 為什麼因為你們的教材都是有版權限制的 你在上面放了電子書不管南依康軒還是漢 他們的授權都是只有你跟你的學生可以看 如果家長來看就犯法 如果他真的要 告你 你會被罰 因為目前授權是這樣子 所以是不能公播的 那所以你做這邊就沒有什麼意思 所以再來呢 再來這個是 字幕的部分你就先不用處理 我們下一次才會講到字幕 他可以上字幕 你在YouTube裡面如果上了字幕 他就可以自動幫你變成萬國語言 也就是說 你這道課程只要上一次字幕 中文就好 上一次你的中文字幕 你將來去到土耳其 你不用再另外上字幕 你YouTube打開在播放的時候可以選 自動翻譯變成土耳其文 這樣了解嗎 所以當你有跨國需求的時候 或者你的班上學生 有外國學生 你建議可以上一下字幕 但是上字幕就會降低你 這個生產片的速度 再來 授權 我會建議各位用標準YouTube授權就好 你原先 剛出來應該會是也會是YouTube授權 就是他會幫你控管那個授權 所以他在你在放影片的時候如果他搜尋到你的影片有一些 歌曲 這歌曲是 有版權人的 他就會自動把你消音 但各位懂意思嗎 那個畢業典禮啊 什麼在放歌啊 跳唱唱跳跳那些 如果YouTube發現你的影片 有歌曲 有那些流行歌曲 他會自動把你消音 為什麼因為你觸犯版權 所以這個地方他會做一些處理 那如果像我們那個教材都希望可以大家隨便用 愛怎麼用就怎麼用那我就把它CC 那版權公佈出去之後 不能修改 就算你現在改了你之前的還是有算 不是說你這裡改了就算假設我以前就 就說我的這個片子要CC 那CC之後如果哪一天我反悔了我把它改回YouTube 然後到時候我說我要告你你用我的影片 這樣行不行 不行 只要那個人有找到當初你這個當初是掛CC的 掛了CC之後就表示這個影片永遠可以被自由使用 所以版權的部分各位稍微了解一下就好 那我們都是放教材不會有什麼問題 好然後類別看你要不要放教育分類 基本上如果你是給學員看的就隨便 就其實這個地方就不用管 然後 這邊就都不用再看了 再來最後一個最重要 下一步 下一步那個 這個字幕也下一次再講下一步 我們看這個瀏覽權限這邊 這邊呢 只有這個地方要注意 你這個影片呢 是要公開的就是每個人都可以搜尋得到 就選公開 那如果你是只給學生看 你會貼到時候會貼連結給他們那你就選這一個 不公開 那就是你要給誰看你就把連結貼給他 就這樣 那如果你是選私人就只有你自己看得到 或者是你要給Google帳號的誰看得到 這樣去選 所以我們一般學校的大概就選不公開 然後你就到時候給人家看影片 他就搜尋不到 你別人會搜尋不到 那你只有 知道你連結的人才能看 所以這樣子之後你就按儲存 整個過程就是這樣 其實就是檔案名稱改好 最後的授權注意一下 就這樣這兩件事 所以請你各位可以把你剛剛釋放的檔案 那個檔名把它改好 檔名改好之後在 最後面的授權 把它變成那個不公開 這樣就好了 其他的都不是重點 其他的是你未來要經營你的影片的時候 你才去 注意每個選項 那基本上你算不公開 人家搜尋就搜不到 你就是要給指定的連結才看得到 你就比較不會有那種被人家 告的危機 各位試做一下 然後他不是右邊 對 我忘了講那個連結在哪裡 不好意思切換一下 你最後出來 這邊就會有你的影片連結 這邊 所以你就把它複製 然後你自己弄一張錶去貼 第一堂課就這一個就把它貼進去 或者連結把它掛 那如果 如果你這個畫面不見了 沒有關係你在 你的那一堆作品裡面 你這邊一樣可以再點進來再一次修改 然後修改的過程中 影片連結在右邊就是這個影片的下面 這裡就是你的影片連結 你就可以點進去看 就可以看到你的影片已經掛在網路上 然後 你掛在網路上的影片 你的檔案剛傳上去的時候 它的解析度會只有HD 你要等大概過了幾分鐘或者10幾20分鐘之後 它會把你變成高解析度 1080P 除非你錄的是比這個低 它就會用你那個最高解析度 這樣各位了解嗎 那如果你是一般的課堂 720就可以 你在那個錄影的選項 我們上 我們下次會講那個設定裡面 它有解析度的選項 它的預設是1080P 所以你沒有改就是1080P 那1080P有多細 就是 你在連那個電腦操作的那個小字功能表都看得清楚 這個是1080P 那如果你是Meet的那個錄影 那個只有一半 720P 720P的解析度 跟各位講 電腦課不是 因為它那個小字會看虎虎的 好 那所以你可以依據你的 狀況去 我一般都錄那個1080P 那你的HD會等 幾分鐘 或者一兩個小時以後才會出現 因為Windows會 那個YouTube會幫你做那個 那個編碼的轉換 好 好 那所以這個是你的影片上網之後就是這樣 那它的網址也在這邊也可以再去使用 以上 就是把影片丟上去的方法 那下次我們再跟各位講怎麼剪 為什麼 因為你 剛剛錄的 頭跟尾都會有那個OBS的畫面 對不對 可以把它剪掉 然後甚至有的老師 現在換你練習對不對 我中間會停5分鐘 那個5分鐘也可以把它剪掉 所以我們下次會講一點點剪輯 很簡單的一點點剪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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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